你提到的报告再次表明一个事实 美国任何时候都是以自身利益为优先 棋子随时可能变成棋子 台湾也不会例外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台独之私利 一边忍气吞声全盘的接收 美国清理的破铜烂铁 一边继续的干当美国的提款机 大肆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 这不仅换不来台湾民众的安全 更会把台湾民众推向战争的险境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提高警惕 坚决抵制民进党当局意外谋独行径 坚决反对美西方以台制华图谋